当播NBA篮球快信 星期三早早 NBA常规赛上演东岸重投戏 公牛背靠背挑战攻陆 去年休赛期得到迪罗生 组成新版三巨头 令公牛重延伏兴皇朝之梦 不过目标终归系目标 本赛季以泥球队打硬仗能力确实不够 面对东西岸前三战绩 是惨不忍睹的十五战全败 随着季后赛逐渐临近 这一次公牛可不可以 由卫免冠军身上打破 魏强队的称号 有兴趣的球迷朋友届时 记得点入 直播收睇本场精彩赛事的现场直播 这个是两队本赛季常规赛的第三次过招 在前两次的对决中 公路完成对公牛的双杀 不过整体来看 这两场比赛的比分咬得非常紧 一方面公路的交锋信心随之增加 而公牛就是输得不甘心 上场对阵木狼 布丹河沙选择伦伦优雅迪图坤宝 最终阵容受挫的公路 119比138惨败收场 遭遇本月以来的第二场败仗 今日 公路官方公布了队内商情 其中期 米道顿因商缺陣 亚迪图坤宝本场回归 亚迪图坤宝归来斩高分的欲望肯定更加多 毕竟他和祖尔艾比迪 立邦尖士的常规赛得昏凰之争 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希腊球星必定渴望在个人荣誉榜上添加色彩 可能本赛季以来 大家会觉得公路母以往歌般强势 风头都被勇士太阳等队抢走了 但在日前 亚迪图坤宝在一档节目当中 讲到去年夺冠历程和本赛季的遗免目标 他首先回应了部分球迷的质疑 直言去年夺冠并不是吃了对手受伤的好处 而是这个是球队实力的真实体现 同时还感谢自己的队友 因为没有队友的支持 球队根本无办法夺冠 最后今年的目标 就是要实现遗免 近方方面 邦陆今个月发挥非常强势 除了不敌勇士和木狼以外 其余八场全部取胜 其间不乏有击败太阳 热火和迫客场攻陷着士等经典战 与此同时 为免冠军三月以来进攻火力凶猛 每场至少可以斩获117分 所以这场同攻牛展开三番战 相信攻陆依旧值得期待 同时还有宾布利和韦宁顿仰相备战 由于拿到良好的开局和稳定的战绩 还拥有查克拉维利 迪罗申同仁 维斯域新版三巨头 本赛季的攻牛被广泛认为是一队有可能去争夺总冠军的球队 目前在强守如林的东岸排名第五 前一场带着复仇的决心走访凤凰城 还强顶住首截之后 次截分差逐渐被拉大 最终102比129惨遭太阳伤杀 全场战霸全队虽然五人得分上伤 但是没有一个人得分超过20 数据统计显示 攻牛赛季以来面对东西岸前三球队 已经遭遇惨不忍倒的15连败 成为了高端局无办法取胜的艺强队 接下来球队还会两次对阵攻陆 一次面对热火 假设戒时一场不敌对手 他们将会创下对阵东西岸前三零胜18负的尴尬战绩 而面对实力比较弱的球队虽然港公牛可以获胜 但是无办法击败顶级球队绝对是张瑞应该担心的事 毕竟贵后赛同常规赛不同 增贯之路上无疑要面对更多强者 而不是好像常规赛这样既有重建 又有贵后赛等级的球队 本场同攻陆的焦点之战 将会继续考验查克拉维利、迪罗申同仁 维斯域的带队能力同时游仁 维斯域阵守的三秒区可不可以抵挡住对手的冲击 这些都是关乎比赛走势的关键因素 总而言之 留给公牛证明自己拥有打硬仗能力的时间 真心不多 阵容方面 后卫朗素波尔持续相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